回撤8500沙龍之 Q盤強拉收8633點 歐美股市因伊波拉疫情延燒 及債券危機再起持續重挫 州市雅谷遭拖累全盤揭沒 台股開盤就下探8500點大關 一度重挫155點隨後急拉翻紅 中場僅小跌21點收8633點 Q盤拉出百點下引線增添後勢反盤動能 目前來看的話 大盤的日K線出現一個比較明顯的下引線 可以說指標跟指數呈現倍率的一個情況 所以短線上指數在8000萬人附近 有試圖直穩的一個狀況 市場預期大力光及台積電 法說將釋出利多買盤卡位 大力光大漲105元重回2300元 增線黑心油以綠的南橋 款澳洲官方背書可實用 股價也從跌體拉升大漲2元 指數短線上應該有機會 會出現一個跌身反彈 那反彈的重點就是說 指數是不是有效的佔五日均線 如果短線上來看 反彈沒有辦法有效 回到五日均線之上的話 這個盤是屬於一個弱勢的一個反彈 在反彈的過程之中 就要做一個減碼的動作 東新聞綜合報導 關卡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